本身我是一個運動員 亦都是一個climber 在2016年都成功 用輪椅爬了獅子山 到五年之後的2021年 就準備用輪椅 再挑戰這個300米高的餘芯廣場 我是黎智慧 我在香港做了11年的攀石運動員 當中的十屆全國冠軍 四屆亞洲冠軍 我在2011年12月9日遇上一個交通意外 成為一個半身貪悶人士 經歷事故之後 我想大約半年時間左右 我是不開心 亦都不想接受這個現實 我要坐下 別人說話我都要抬高個頭 跟以前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但亦都是這樣經歷了這個樣子之後 令到我想 除了維持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還可不可以找些有意義的事去做呢 我覺得無論 傷殘也好 健全也好 只要你還在生存著呼吸著 你就應該要想想你自己的人生 或者預下的時間 你想做些甚麼 各人都要解決很多不同的問題 每一天都可以自己選擇的就是 我要開心地過 還是不開心地過呢 坐輪椅之後 你可以選擇甚麼都不做 但我就去選擇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因為受傷之後 很多人都幫了我 我知道我有這個凝聚的能力 我很想把幫我這群人的力量放大 我就很想去完成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真的看到這件事 而去關注這件事 亦都是支持我們脊髓損傷的病人 多些去捐款給香港大學 去做一個幾下腳的籌款 20年已經過去了 多難過多辛苦都好 那麼新的一年就再重新開始 再出發過 慢慢慢慢 他都要不能行一下子 很急速的 現在看到智慧了 你爬了很高的距離 所以這次也是有少少的遺憾 但我也想鼓勵大家 好 多謝今天支持我的朋友 我支持我的忍耐士林 我知道很多人給了我很多個祝福 我都很想在這裡完成 對 但是我想跟我的人生一樣 可能人生就是很多東西都是有 預計不到的因素 有一點遺憾 叫做 但是我都盡力了 我都在這裡祝願大家 上年都很辛苦 大家都在2021年 都繼續去做好自己 各方面都加油 多謝 謝謝 給大家一點掌聲 給志偉先 本身就是醫生和病者的關系 一路爬上去的時候 去到第一節的時候 就發現到一個最大的難題 他們都可以甜蜜 他們是一個難題 的 詞